为了关怀独居老人 日前万里区区长及北基里长 带领着热心的志工们 一同前往北基里独居长者家中 帮高龄85岁的郑燕青阿嬷过生日 除了现场生日快乐歌并送上贺卡之外 还准备了面条、白米及卫生纸等生活用品 让郑阿嬷感到非常握心 这老人家已经85岁了 我这已经看他第二次 来包括凡是看了他15次 他这个老人家也蛮开朗的 蛮开心的 只是因为在三楼他的脚不好 搬到这里之后 他小孩比较常来看他 我们也比较放心 当然老人家时常就是说 也需要人家关心 祝你生日快乐 据了解郑阿嬷有三位子女 虽然儿女们平时忙碌很少回来探望 但深信乐观的她并没有因此闷闷不乐 只是膝关节不好又住在三楼 所以很少出门也无法参与共餐 但里长与志工们非常贴心 都会时常打电话为问及探访 借此表达对阿嬷的关心 所以我们在地的里长 邓业交邓里长 也时常派志工 每人志工来跟他电房或来家房 那庆身是 当然是一年一度 就会让老人家觉得很窩心 跟很兴奋 因为他有些老人家 以前都没有人帮他庆身 有那么多人跟他 他觉得心情就开朗 心情开朗 身体就健康 万里区长表示 长期以来除了帮长者们过生日 也会不定期的帮忙居家清洁 也认为独居老人心情愉悦 自然身体就会健康 因此希望大家能发挥爱心 给予弱势关怀 让这个逐渐走向高龄花的社会充满爱 记者许端一黎佑 万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